电线的外皮上 怎么看这个电线 它是多少平方的 它的线径是多少 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找到 方法非常简单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看这个电线的规格 只是它的线皮上都明显的标注了 很多人对这种线不会看 但是对于这种有标注的 他就比较知道了 这个线它的规格为1.5平方毫米 那这就是它的线径 如果这种线上没有那样的标识 怎么样找到这个线是多数的线 它的线径是多少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电线的外皮上 那电线的外皮上呢 都有一些明显的数字 我们走一下 大家我们日志走 那这里是它的额定间压 随后就是啊 这个线它的规格 三称零件15平方毫米 那这个线它里面呢 总共有三个线 每个线它的现金为零件15平方毫米 这就是它的规格 也就是值金 那这个线里面呢 有三个线 每一个线它的现金为零件15平方毫米 非常的简单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线它是多大的 我们找一下它的线皮就能找得到 一般呢都是有标注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根线 大家看 我们仔细的来观察一下 那每个线上呢 它都是有标注的 大家看 这个线上呢也是有标注 它也是三称零件15平方毫米 这个线里面呢 有三个线 每个线它的现金为零件15平方毫米 就是这么简单 把这个呢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